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就是会继续去剪枝 一些黄金果蔬的高压枝条 这边是 上次我种的水莲 我准备做一些椰子的修整了 这边 这边是一些红宝树龙眼的高压 有些已经开始长根了 过几天我又会剪枝 这有一条根 旁边这里也有了 今天我们再去看 这个黄金的高压枝条 五花果是在旁边 五花果已经有了 五花果我就不再分享了 再另外一个视频 今天只要是分享这个黄金 黄金上市还有一些枝条 还没长根 后来我有做了一些 连续 连续的高压 还有后面补的没有 长根 这些 现在也有 有些时间比较长了 已经长根了 我又会打算先 剪枝 然后会带去 去盆栽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虽然才有了 一条根 这边 它等外面这边可能也等不及了 因为后面补的 然后第二呢 这个黄金呢 它长根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就会 趁现在我们这里 它不是很冷 就是会 给它剪枝 然后先带去做 这边 要拖出两个 这不是 有 这两个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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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很长 一条 在门性 ,我再来 ,我再来 我再来 你敢带来 我再来 你敢带来 我再来 你敢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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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带来 你敢带来 你敢带去 我再来 现在还没长根了 还没长根了 这个我会打开 看看怎样 算了 这个哈 根已经长成这样子 这边也开始 有两条根 这样 原本的枝条 我会这样子 现在可以慢慢打开 看 准备长根了 准备长根了 嗯 好 这些都还算不错了 这两个还继续使用 盆子栽培后会使用生根机 去设计它 这样我们看比较明显了 带这两个带去装 今天我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时 再见 你也能